11月17日,书畅发文澄清,网上所传他已经隐婚生子的消息 书畅表示,有朋友给自己发来疑问的信息 才知道几天前,自己分享的一张负面膜照片引发了网友误解 原本自己只是想分享一下,双十一购物后的心情 没想到大家却以为自己背后有张婴儿床 对此,书畅表示那只是当年买床的时候,额外赠送了椅子 看起来有点幼稚,但自己少女心泛滥很喜欢 书畅还晒出椅子的正面罩 原来却是一把白色的欧树木椅 还三个可爱的小兔子,粉粉的很梦幻 小动物增添了少女心,看书畅的房间摆设 基本上以白色粉色为主,连低毯都是软弱的乳白色 看上去很舒适,能把房间装修的如此梦幻 书畅应该花了不少心思,虽然33岁了 但内心充满童真,书畅果然还是网友心目中的女神